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是近年来中国残联出国慰问演出中的保留节目 表演者于宏图先天失明 为实现艺术梦他凭着毅力考取了大学 而为了能站在舞台上拥有今天的掌声 他以卖艺求生寻找流浪了整整七年 三十年前于宏图出生在吉林长春 但他带给父母的却是无尽的伤心和忧虑 没觉得就是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有的时候好奇 就是觉得为什么别人就可以自己跑来跑去的 我就必须得由小伙伴来带 才能够跟他们一起玩 也许是代偿 这个盲孩子在音乐方面的感悟超乎常人 尽管如此 他却不得不被父母送到四平盲校接受教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于宏图品味到了与生俱来的不公和委屈 我邻居了一个小孩 小孩呢 他就在我前面叫做瞎子 瞎子 实际我小的时候最烦这两个字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 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怎么这样叫我 后来我爸说你觉得委屈吗 我说是 从现在开始要面对现实 即使人家不说你是瞎子 那么你同样你是看不见的 你眼前没有光明 那么即使人家说了你是瞎子 你本来就是瞎子 你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你这件事情都承受不了的话 那么将来你要到远处去读书 你将来还要去工作 那么你的困难会更大 从盲校毕业的学生 除了做一名按摩师外 别无选择 他的父母放心了 起码这个孩子有了自食其力的将来 但于宏图不肯这么想 初二时他决定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 本能的他选择了学习 音色明亮的小号演奏 五年的勤学苦练后 于宏图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第一抹亮色 当时呢 让我的初识读考老师呢 是现在著名歌唱家蒋纳维的老师 叫高慧菊 考完了以后呢 他就很满意 他说那你的成绩不错 按理说就是考完以后 老师是不应该说话的 但那老太太特别好 老人家很慈祥 他说小伙伴成绩不错 准备准备去复试吧 他这句话说漏了 我当时我挺高兴 1989年在一百比一的录取率中 于宏图幸运地成了 长春大学艺术系 五名特招生中的一名 天之骄子的快乐 是于宏图彻底摆脱了 长期以来对命运的恐惧抱怨 他的付出是超长的 而得到的回报是 一学期接一学期的奖学金 大家都认为 禀赋超长的于宏图 会沿着掌声和鲜花相伴的道路 走向人生顶峰 而他也感到自己 离理想越来越近 然而三年后不可知的命运 把他再次甩出正轨 于宏图被分配到 一个专为残疾人设立的 街道纸箱厂 心高气傲的于宏图 当即辞去了这个正式工作 在文艺演出 普遍不景气的日子里 一个盲人的艺术梦 注定只会支离破碎 找工作的屡屡受挫 使大学生活给予于宏图的自信 渐渐被吞噬 离家不远的街口 经常出现一个 卖艺的残疾人 每次路过 于宏图总会以一个 施舍者的优越姿态 扔下一元钱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 一个大学生的角色 和眼前这种丧失尊严的 求生方式联系到一起 这一天 工作无浊的他 与卖艺人不期而遇 那那小伙子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说我没事可干 他说你没事可干 你会唱歌吗 我说我大学毕业 他说你现在不要跟我说 大不大学毕业 你会不会唱歌 我说会 他说那你为什么 不摆地摊呢 我说我大学毕业 为什么要摆地摊 后来他说 我告诉你 你摆地摊 未必挣得就少 我说我挂不下来这个脸 他说你挂不下来得挂 因为你父母养了你 你长了二十多年 你自己首先要自立 你自己自立不了的话 他说你就是大学生 什么也是白扯 苦想了一个月 于鸿图瞒着父母 来到长春最繁华的大街上 在这一刻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 逼他做出痛苦的选择 后来牙一咬 心一横 开始唱 当时唱了一首是 再也不能这样活 是刘桓昌的那个 唱完了以后 自己也掉下来了 让他悲喜交加的是 两个小时的演唱 竟然得到一百八十多元的收入 自此 这个长春大学的高材生 开始卖艺乞讨生活 每月数千元的收入 在家里派上了大用场 可他心中始终心酸无比 这种丧失尊严的求生方式 狠狠地嘲弄了自己的梦想 两三个月呢 挣了能有五千多块钱 反正去掉给他的开支 那时候怎么来说呢 也算是白领结成嘛 当时啊 但是总是心里边 总是憋着有个劲儿 不服 就是觉得我应该能行 想来想去 于宏图决定到外面的世界 寻找心中的梦 他一个人上路了 每到一处 他就四处打听当地的文艺团体 然后去毛遂自建 但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 他的舞台始终是 数不尽的火车站 汽车站和闹市 于宏图在茫然中坚持了 一天又一天 长久的失望 让他几次想放弃 他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只配在这种 没有尊严的境地下生存 流浪的第五年 于宏图的角色 再一次变化 在成都街头卖艺时 一家夜总会的老板 看中了于宏图的歌声 高兴请他去演唱 出于对灯光舞台艺术氛围的向往 于宏图到了夜总会 但这里依旧不是他圆梦的地方 在夜总会的感觉 最深的就是赤裸裸的那种 金钱关系 也就是说你到这里来 不会有很好很好的朋友 但是除了就是歌迷也有 他可能会喜欢听你唱歌 有可能下次还来听你唱歌 但是他不会跟你怎么交流 一个月六千多元的收入 使于宏图物质生活 得到极大满足 但他的失落越来越重了 为了梦想一年后 他谢绝挽留 再次上路了 于宏图的人生 终于在他慢慢的七年流浪后 豁然开朗 1999年 在内蒙的于宏图听到了 中国第一个残疾人艺术团 在北京成立的消息 他当即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他被录取了 团里月薪只有一千元 于宏图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就在合同书上签了字 自己终于可以脱离那种 街头卖艺和艺术会的那种 卖唱的那种 单一的生活方式 而且可以通过残疾人 这个团体本身 把我的力量发挥出来 让更多的人们 去真正地理解残疾人事业 而不是单纯地听我的歌唱的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动作 不怎么潇洒 但是是很建议的 因为盲人呢 他有许多的盲相 也就是健全人都明白 就是说他做什么动作 不是很完美的 但是我会给你们力量 就是说我追求的目标呢 就是说我在艺术上追求的目标 就是说让你们看到我 虽然我的身体是残疾的 但是我的歌声和琴声 带给你们永远是光明的 是快乐的 七年积压的表演激情 开始喷波而出 于宏图很快在圈内 名声雀起 掌声荣誉 接种而至 他多次作为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代表 为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 有了舞台 有了肯定 于宏图找回了 曾经的自信 快乐 台上他拥有了常人 难以比拟的风光 但台下 依旧是孤身一人 事实上 事业成功后 27岁的他 也开始考虑成家的问题 但自信的于宏图 渴望爱情也能和事业一样 有奇迹出现 他不愿意像其他残疾人一样 互相组成家庭 以这种方式追求平等 我说那我要是成家立业的话 我的爱人 绝对要比你们的爱人 拿得出手 而且就是说 他本身自己 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有自力能力 这是第一 我说第二个 我绝对不会去找一个残疾人做妻 我那个大弟弟的眼睛也不太好 那么就是眼睛也不好 确实说也是盲人 只有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眼睛好 所以说就是这种家庭的氛围 也让我感觉到就是说 你养个残疾人生活在一起 即使是能生活 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么与其说 给双方都造成这种艰难的生活的话 那么自己就不如去找一个健全 一年过去了 他的守望没有任何结果 他的标准渐渐成为笑柄 但他始终不肯动摇 夏天到了 没有任何征兆 这等好事 真的还就让余虹图撞上了 可就在大家各个羡慕 他的艳福不浅时 一向勇敢的他 却选择了退却 董思局是上海大官员一名 非常有名气的舞蹈演员 五年前从云南老家来到上海 这位二十三岁的布朗族姑娘 有不少追求者 但都被他拒绝了 一方面他希望自己在艺术上有所突破 而另一方面 尽管他喜欢上海的生活 但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山区人的淳朴厚道 面对众多的诱惑 他不想轻易敞开自己的心扉 可这一切 在看过余虹图表演后 就全变了 布朗族是个以能歌善舞著成的民族 董思局不愿意放过任何学习观摩文艺表演的机会 这一天 他来到乐华的演出剧场 最后出场的余虹图 吸引住了董思局明亮的演技 他拿着小号 吹完小号了以后 还唱歌 唱了三首歌 第一首歌是《小白羊》 第二首是《冰糖葫芦》 第三首是 他跟观众下去握手 第三首是在下边唱 唱一段 然后回到台上来 就那时候我就感觉 要是我心中的人吧 就是我心里边想的人 也像他这么能干该多好 演出结束后 董思局一个人来到了后台 像这样的歌迷 余虹图经常遇到 我们团的演员就逗他 你认识他干什么呀 我想见他 他说余哥你的歌迷 当时挺高兴的 我就过去了 我说谁呀 我说是姑娘还是小伙子 他说这话说 要是小伙子我也不能跟你叫 我说那我就看看吧 我真的那么问 我真的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就说没有 像我这样似的 还能有女朋友吗 他就那么跟我说 那我就想 应该是有 那个人就是我想跟他说 但是没说出来 余虹图当时 就被这个勇敢直率的女孩子吸引了 而董思局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就决定留在这个人身边 他的性格中 有汉人难以理解 但在他们却是正常不过的因子 他认定余虹图和他前生有缘 董思局就这样告别了上海 告别了他的过去 开始事无巨细地 关照着余虹图的生活 当得知董思局为了他留下来时 余虹图无比兴奋激动 他没有料到这一天 真的会这么快来临 但他没有高兴几天 情绪就开始急转直下 原来从同事的嘴里 余虹图才知道了 这个女孩子的美丽和能干 长久的渴望 一旦成为现实 他又对自己不自信起来 两人条件之间的巨大反差 使他头一次深感自卑 想接受又怕遭伤害 想拒绝又实在不舍得 余虹图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 折磨得够呛 他索性选择了逃避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有这么好的事 你还给拒绝 有这么好的女孩 想跟你交朋友 你还不愿意 说归说 董思菊还是一如既往痴心不改 在布朗族人眼中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男人 是最值得爱慕的 而且余虹图的经历 也早已让他敬佩不已 余虹图度过了 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时日 他不敢相信自己 真的有那么好的运气 他搞不懂自己凭什么 会让董思菊这么痴情 他甚至很不仗义地 猜测对方的用心 究竟是看中了 他在舞台上的风光 还是看中了他的钱 日子就在董思菊的 热情似火和余虹图的 犹豫不决中度过 半年后 一件事情让余虹图 终于痛下了决心 当时是在宁波大学演出 同学们非常的轰动 喊着我的名字 当时他领了我下台 跟同学们握手 演出期间 后来他就演出结束以后 他对我这样说 他说那如果说 能换眼睛的话 像你的眼睛如果能换的话 我真愿意跟你 一人 就是我们两个一人 有一只眼睛 把我的一只眼睛换给你 从这一刻起就坚定了 我的一个信心 那就是我一定要 一辈子的对他好 这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他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 他没有讲任何一句 非常虚伪的话 说我把我的眼睛全部换给你 让你能够看到光明 而他说的是 把他的一只眼睛换给我 让我们两个人 共同都能看到光明 共同来欣赏这个世界的 五彩缤纷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实在 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 于宏图和董思菊 在相遇半年后 开始真正享受爱情的甜蜜 事业和爱情的收获 令于宏图由衷地 感谢生活的厚爱 可没过多久 于宏图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 董思菊的父母 从别处得知了消息 立即打来电话 表示强烈反对 他说小于 他说这么的 你把小董的路费 先给垫上 然后我们在云南那边 保证给你寄过去 他说得叫小董回来一趟 我当时看了看他 他当时听了这个电话 他就哭了 当时我也挺感动的 我就搭着小董的肩膀 我说这样吧 我说电话就在我俩旁边 我说小董现在想回去 我马上就可以把路费给他 而且我会让他回去的 非常非常的轻松和自然 我说现在决定全在他这里 董思菊决定回去 父母都老了 孝顺的他实在不想让父母伤心 他决定回云南做他们的工作 然而彼此都清楚 这一去能否再回来还真的不好说 尽管心如刀绞 于宏图还是同意了 就在董思菊含泪告别时 于宏图突然决定和他一起回几千公里的云南山区老家 他不想轻易放弃自己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正是于宏图的这份勇敢 使他再一次把握住了人生的幸福 可以 于是乎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 包括跟他们亲戚朋友的交谈 他们少数民族南哥山五的比较多 但是这也是我的一个强项 我就借助这个 让他们那里的无数的年轻人 还有村民们折服 他们很福 到最后 我岳父在我们临走的时候 自己拍着胸脯 我那个大姑爷还是不错的呀 2001年5月 于宏图正式迎娶了他美丽的新娘 事业和婚姻的成功 使眼前没有光明的他 同样享受到了生活的五彩斑斓 在他面前站着 给我的感觉有特别安全感 有特别的安全 还有感觉他也能体贴人 我感觉就是有了余宏图 我感到很骄傲 从我的内心当中 对我的爱人充满着感激和歉疚 真的是这样 我那有的时候就跟他这样说 我说如果说人家是有转世的话 如果说真有的话 那么我真的希望下辈子 由我来照顾你 我们还是有夫妻 面对妻子的付出 于宏图打心眼里 希望能为他做些什么 现在夫妻俩真的成了夫唱夫随 在于宏图的指点下 董思局的演唱水平提高很快 有了事业的铺垫 两人的爱情越来越美 没有这样的机会 能从舞台上 一步一步走到朋友们面前 我想向在队的各位领导 来致朋友们 非常真诚地介绍一下 各一期走向舞台的这位 就是由我风雨同舟 和我同江湖 共患难的妻子 董思局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作为一个残疾人的妻子 我只想真诚地对大家说一声 理解 伴随 谢谢 董思局 谢谢 谢谢 余宏图格外喜欢与妻子同台演出的感觉 因为这一刻 前方的观众和身边的妻子 使余宏图多年的艰辛努力 有了最美好的回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